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第三个排行榜 就是大家最喜爱的银行 如果你对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回去看我们第一个排行榜 跟第二个排行榜 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最喜欢排行榜 最喜欢银行的排行榜票选 结果出炉 还有大家的真实心得分享 一开始也会讲一下 基本的观众投票资料 事不宜迟就进入我们的重点 本届的观众基本资料一样 简单的叙述一下 男女比例大概是1比1左右 总回报分数有783份 最多是31到40岁 1-3的话是固定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基本上以51到100万的年收入居多 第四持有的卡片张数最多的大概就是11到20张左右 第五用卡的资历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10年以上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族群加入我们的讨论和票选也很不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重点啦 最喜欢的银行排行榜 5-4-3-2-1名到底有哪些呢 先看第五名 好答案呢是玉山银行 玉山银行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呢 玉山其实在2019到2020年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家银行 那不过他在2021年开始就是开始就是走下波 他们的策略改变了 但是呢 其实在2022年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的哦 看这一次 他的得票率有6% 总共有47个人选择玉山银行是我心目中最棒的银行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都是怎么去评论的呢 好来 看一下大家的意见 你随时可以按暂停 然后去看大家写的这个心得 每个人的心得我通通都把它放上来的 像有人讲到说 申办新卡速度很快 双币卡免手续费 不时提供回馈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大部分的双币卡银行是把它定位在比较中高阶的产品 比较不太像是玉山 就是有给你这种免手续费的部分 那甚至像永峰后来也推出这个必备卡的部分 他也是打破了一般银行去这个发行双币卡的这个规则 蛮有趣的 那Uber卡有个特色就是当起折底 你这一期刷了多少钱 结账的时候就把那个刷卡和歌军直接给你 这也算是做得很不错的 那有人讲到说换汇的APP不错 如果你问我这个银行的换汇要用哪些 银行的系统最 让分最多 对消费者最划算有两间 第一间是台湾银行 然后第二间呢就是玉山了 所以玉山的确是让分的部分对消费者是很友善的 那如果你要那种参加活动非常非常多的 就建议就是使用永峰 永峰到时不时就会有让分活动 那甚至有这种短天期的定存也是蛮有趣的 那再来有人讲到说制服很美丽 所以大家都是这个视觉上的动物 有人说玉山的熊卡网购很好用 提醒大家之前是3.8% 那现在呢只剩3%了 所以呢相关的详情你可以上网再去看一下 台币外币股票都可以用手机直接操作 其实现在蛮多银行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这个也算是蛮不错的 那有人说我比较常用的是虾皮购物 可以拿到3.8% 现在只剩下3% 银行APP界面很好上手也不错 小额定期定额投资股票 像玉山它有一个复果账户 也不错提供大家参考 那有人讲说配合各节日会举办一些所谓的换会日的活动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他们其实时不时就会有 也是蛮丰富的这样子 那最近的优惠有些降 其实各家银行的优惠都是一直不断调降 包括玉山银行也是 它的派卡 然后它的Uber卡 其实在2022年 它的权益都开始就是变差了 但以前是水准之上 现在大概是在水准 然后以后就水准之下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人说玉山国立卡 一开始有的 后来加办Uber卡 这也是蛮有趣的 玉山国立卡一开始就是只有一%回馈 很多人都办不下来 因为你必须是公务员才能办下来 那现在呢 其实一%的卡片就满街跑了 所以国立卡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有人讲到说 玉山是令人安心的银行 不啰嗦 Pi免签账的 Pi2签账金融卡 但是数位账户的优惠很少 最近有一个鬼面之刃的卡面 也不错 然后它有针对影音娱乐 有给到10%的刷卡回馈金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一年越来越少关注银行的优惠资讯 但选择玉山态度很单纯 就是不过度热情 那像中信的话呢 它就是热情到受伸若惊 而且这种没有隐私的感觉 但玉山可能就拿捏的还不错 所以每一个人喜欢的这个银行的服务态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玉山银行的部分 那我们之后来看一下一个总评分的部分 因为我有请大家就是 来做一个分数上的平等 那这一次呢 47个人总共大家给出来的分数是3978分 除以47之后呢 它平均是84.6分 所以这个数字算是蛮高的 等一下你看到之后你就知道 其实80分以上都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名 第四名的话呢是中国信托 刚刚前辈有人讲到说不喜欢中国信托 可是中国信托其实也很多人喜欢 这一次选择中国信托的有64个人 得票率的话是8.2% 100个里面就有接近8个人 8点多个人来觉得说中信非常不错 那中信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购10%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刷卡的部分 那也有人说有固定买彩券的习惯 中信的据点很多 缺点就是存款机 这个存臂机不足 所以呢这个是还不错的 那也有人讲到说佛心帮助小资助 英雄联盟信用卡 中华电信联名卡 合态point 回馈都蛮不错的 但是呢也有人说 其实回馈一直都是在缩水 也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那最多人讲的其实还是LOKA的 网购10% 网购10% 然后有人说中信的社会责任做的不错 从警卫到接待的柜台 都非常的赚业跟勤钱 毕竟人家也是商业银行的第一把教银 所以当然是pro级的啦 好来 还有人讲什么呢 就是人很多 中信的分行老是一堆人 所以呢这很麻烦 那也有人讲说 他是家庭主妇 在家里面带小孩 那可以不要有这个所谓的5000块的低销吗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从2022年开始 英雄联盟信用卡 就没有网购的这个通路了 所以呢 连5000块低销都没了 你就是刷也没回馈这样子 好 那有人讲说 每个月都刷好刷满 非常的不错这样子 那甚至有人讲说 他也使用中信证券的服务 中信证券的服务一直都没有机会介绍 将来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做介绍这样子 那疫情期间呢 有这种网购外送的高回馈卡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使用起来很有感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在蝦皮 因为刚刚这样看下来 真的有非常多人都固定把英雄联盟信用卡拿来 在蝦皮这个通路上面做刷卡 很不错 好 那有人说 我从国中开始就是跟中信往来 所以呢 这个很多的功能都是很棒的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小资女来说 指定电商最高10%回馈很好 LinePay卡在订房最高15%回馈 我去年去大仓九合 这个日系饭店住宿的时候 我用hotels.com搭配这个LinePay卡 一样也是有这个15%回馈 等于是85折 我个人觉得蛮划算的 提供给你参考 指定电商跟美食恰好符合我的消费习惯 而且中信买位数位账户也有不少优惠 如果你想要申请这个买位数位账户的话 它现在有个优惠很不错 就是拿买位数位账户里面的钱 来做缴水电费 透过中信的HomebankAPP 可以拿到10%回馈 新户每个月 新户每一档期可以拿到300 那你下一个档期就是旧户 旧户就是1000块拿100块 就是10% 其实也不错 所以这是蛮好的推荐给大家 那有人讲说 LOKA太好用了 网购久折虾皮10% 现在都没了 所以就不用讲了 所以对于常常网购 虾皮淘宝或者是常见外卖的人来讲 其实10%真的是回馈非常的好 但是它就只走一年 2022年开始就没有了 是有点可惜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中国信托的原因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到底大家给多少分数呢 这次有64个人投给中国信托的原因 那它的总分拿到5317分 它的平均就是83分 比刚刚的玉山在低一点点 但是呢也是在80分以上 算是都很不错的 提供大家参考 再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三名 第三名呢是台北富邦 台北富邦有什么厉害的 它其实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当然就是J卡JU卡 就是一开始是3%嘛 点数回馈无上限 后来降一点变成 直接刷卡2% 然后绑定LiPay支付呢 有3% 新户加码0.5% 所以来到3.5% 回馈无上限 那新户呢 大概可以玩个半年左右 其实都算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新户呢 我非常建议你就是赶快去办一张 然后来这个刷卡省钱 真的很不错 不管我们要跟团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拿到卡片 让你开始省钱最重要了 好那这一次呢 有68个人选择台北富邦银行 为最喜欢的银行 得票率有8.7% 好比刚刚的中心再多一点 到底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常常买momo商品 所以用mobi 这个momo卡也很不错 那无脑LiPay 2% 就是刚刚讲的J卡 J卡无脑刷 其实大家最多最多讲的 其实就是J卡 JU卡 好等一下往下看也知道 好那有人写说 不会像台新跟花旗 那种限制一大堆 都在玩文字游戏的 好然后国泰已经烂到放生了 好这次蛮有趣的 就是这次国泰数码银行 并没有进去前五名 所以这个是蛮令我出乎意料的 因为他现在几乎已经是坐二望一 应该可以算是发卡第一名的银行了 可是一般消费者 还是没有非常喜欢他 那就是蛮有趣的一点 好往下看 Momo卡回馈点数方便好用 富邦J卡无脑回馈很好用 好然后呢 这个Line点数的活动 有时候没有给到点数 客服都会一一补上去 非常的这个nice 不错 双11的时候 Momo加码也比较大 所以大家可以针对 特案特殊活动的时候 来拿信用卡刷卡 消费可以达到最多回馈 这个是不错的 好那有人说 客服中心亲切快速 接电话的速度很快 好银行的据点很多 有什么问题 直接去分享处理也不错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好那就是说 这个无脑刷 不管是刚入门还是老手 都非常适合拿这张卡片刷 好那也有人讲到 打电话 那额度马上就核准 好所以呢 重点是你要跟他往来 往来够久 你才有办法就是 当你希望你的额度 有20万变成40万 那银行确认你过去的 缴款记录很好 才有办法帮你就是 快速的往上 这个核准你的额度需求 所以这个还是要跟 你有没有跟银行 好好往来有关 好那也有人讲到 政府推出三倍券的时候 富邦银行当时 跟其他银行比较回馈是最好的 所以很适合我使用 所以就申办了 使用到现在 因为三倍券 这样好像是前年的事情 那去年是五倍券 所以这个是 是一段时间了 那你说可惜 今年的回馈没有很高 但至少还有2% 一开始是3%无上限 后来改2% 所以这个大家也都是 有在注意的这个部分 那重点来了 第一个就是无上限 点数无上限 刷100万也可以拿到2万点 以前是3万点 现在变2万点 所以呢 这个是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的 个人主要是用来换美元转投资 所以这也是一点还不错 我自己有在用的 就是富邦银行有一个奈米投 之前有做过影片跟大家介绍 那现在我还是有持续的投资 放在里面的钱大概是 6-7万台币了 真的是蛮有趣的 如果你想要买的是ETF 不过他还是有这个所谓的 每一年 你会被扣取你总资产的1% 作为他的手续费 所以如果你觉得1%这个太沉重了 你就可以考虑就是使用其他金融产品 所以这个还是要讲清楚 尊育世界卡权益很照顾理财卡有 权益涵盖非常多广 十一住行娱乐保险都很好 那怎样才能够申请尊育世界卡呢 很简单 你必须要放300万 然后接由领砖来帮你做推荐 你就可以申请了 我虽然说有300万了 但是我现在很期待 就是我真正准备到这笔钱钱 也确定要这张卡片我就丢进去 那我就可以办这张卡了 这张卡片回馈很好 但是要年刷36万才免5000年费 所以我就要把我的相当程度的消费 就是要换到这张卡片去 这个就必须要去思考了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台湾大哥拉联名卡 Open Passport联名卡 一直都没有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但是如果你是会用的人呢 其实回馈也不错 就搭配这个电信业者的这个优惠啦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三名 这个台北富邦银行 大家给的分数是多少呢 总分5465除以68个人 他平均起来大概就是80.3分 就是只有来到80分这个低标 再低一点的话呢 就很难看了 所以他还是有80分啦 可见大家虽然说觉得2%很好 但是给分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方 这是蛮有趣的 好接下来呢要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到底是哪一间银行呢 当然就是我们大家 现在非常耳熟能详的Line Bank Line Bank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最喜欢的卡面 他也是荣登这个第一名 好那到底他有多厉害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有97个人选择 他是最喜欢的银行 得票率是 应该是9.24 这个数字应该是打错了 因为大概接近10%左右 这是蛮高的 所以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好 回馈点数最直接 然后这个每抽必强 搭配吃午餐的活动回馈 非常的棒 APP虽然好用 可是他细分的太多的APP 很可惜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 他的回馈很高 但是呢你都必须要在准时的时间点 比如说礼拜一早上11点 然后来做刷卡 或者是礼拜五晚上过12点 直接刷卡才能够拿得到回馈 不然的话基本上都是看得到吃不到啦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但是说存钱有点麻烦 因为你必须要从其他的银行 其他数位账户把钱转进去 因为他没有分行 他没有提款机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其他的通路 把钱转账进去 或是又透过太多配转进去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说推出回馈点数这个3.5% 吸引办卡 点数会入很及时 让人越刷越开心 大部分的银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刷卡之后可能要等两个礼拜 甚至要结账的时候点数才会进来 但是呢 这张快点卡不一样 它可以让你刷卡的当下 马上拿到点数 每个月呢 每个人都可以多拿到500点 所以上限就是16666元以内 都可以拿到500点 刷超过的部分就没了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好 再来88次跨船 5次跨体 贷款方便 利率很低 那现在有什么活动 就是他有一个分歧信贷的活动 那他有推荐人 那为什么要做推荐人呢 其实我个人看了一下 他的游戏规则 大概就是 他把这个开办费488元呢 就是让给推荐人 他们宁愿赚少一点 只赚这个绑约一个月的这个利率 但是他呢 把开办费就送给这个推荐者了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们要赚这个钱 但如果你有这个申办贷款的需求 你跟团 那么银行给我的488点 我会 银行给我的488元呢 我会用488积分还给你 那你这488积分呢 就可以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 来参加我的活动 把它兑换成488元现金 所以等于是 帮你省下开办费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没有跟团的部分 不好意思那我就没有办法给你 所以这个LINEBANK的贷款 利率1.68最低 然后开办费488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最近一直狂除职赚回馈 很不错 讨厌接口支付的点数 只能值30% 所以他觉得 LINE POINT点数的确是比较好用 整合在LINE里面很方便 服务设计的APP非常的用心 可惜的是 没有实体店面 这真的是这样子 还有人讲到这个 虽然说他只有给80分 但是已经胜过其他的VISA金融卡 跟部分的信用卡 而且回馈真的是超越大部分的信用卡回馈 真的是还不错 那快点吃午餐跟快点过周末 真的是大家最喜欢了 不过呢 提醒大家 当你打电话跟客服询问事情 一定要开启视讯 这有点尴尬了 所以这一点你必须 还是要稍微自己去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及时 跟客服面对面看的时候 你会有点心慌 那就麻烦了 那回馈比很多家的信用卡都还要高很多 这是他的一大优惠亮点 有人提到说 口袋账户只有52.2%高利活出 而且活动只到3月31号 还不知道4月份有没有新的活动 这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如果将来从4月起有新的活动的部分 我也会制作新的这个影片 然后或者是写文章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申办体验也不错 虽然每个月只有500点上线 这个是蛮绑手绑脚的 但是对于小自主来说 还是OK啦 就是还蛮够的这样子 卡面很容易吸引我这种有少女性的人 所以呢 写这条话的应该是女性啦 我们的这个女性读者 那有人写到一开始的梦想账户 其实活动很杂乱 那有人来说开户扫码的这个身份证 很难以辨识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系统上 没有做好的部分 但是后来呢 就是越做越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后来开户的 这个都体验都还蛮不错的 从4月跟5月开始 他的活动回馈怕数 就已经冲高到18% 这个也算是大家都蛮喜欢的 定存活存刷卡回馈都比一般银行的信用卡回馈 还要高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部分 在驱城市周六花197到200元 可以享有18.5%回馈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在驱城市买东西 每个礼拜都可以买个200块的话呢 其实用Linebank快点卡 其实是蛮不错的 回馈非常的高 那银行活动刷卡又会很愿意给 所以这个呢跟其他银行比起来是 差蛮多的 Linebank实在太突飞猛进了 常常488的又会抢得很开心 真的是蛮不错的 那有写到说 中间这一段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个读者 他非常用心的在写 我标注的三个段落是蛮有趣的 刚开始几个月 连消费一块钱都有一点 但是他后来改成四捨五入 所以呢就变成是 你必须要刷到一定的点数之后 你刷到一定的金额之后才会回馈点数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消费一块钱也有一点 然后真的是赚死了 那现在快点吃午餐呢 都要准时在礼拜一十一点来抢 不然的话呢 你有事情或忘记了 那你可能就会错过了 大概十分钟之内就会结束了 所以他说希望 这个Linebank可以修改一下活动方案 可以改成把名额平均分配到一到五 那有抢过的人呢 隔天就不能再抢了 然后还没抢到的人呢还可以再抢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是不错 还有说到 他妈妈也很动心的是口袋账户2.2%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我这一次回到彰化 然后我跟我爸妈分享这个 口袋账户的2.2%高利活出 五万块一个月可以拿93块利息 我妈也很开心 她说她也要用 她其实本来就有这个Linebank账户了 但她不太单 她不太会去使用这种 手机上操作的网络银行 那我跟她讲说这个没有实体银行 这个钱你要转账进去 她就说 那这个钱会不会到时候就不见了 然后她就说她不要存了 所以这个还是 存网银必须要去克服的 有一些中老年人呢 他们其实是担心不敢去使用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有点难啦 那后来的开户离呢 变成300点 一开始只有100 后来变成300 这个是蛮好的 比一开始多了200 这个是算还不错的 那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总评分 总分呢 8173 除以97个人 平均起来是84.2分 这个应该是目前看过来的数字 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Linebank的确是 得到了很多台湾人的青睐 然后其实我们这边的粉丝朋友 都非常的喜欢 我这几天很爱用它 那也跟大家做个工厂服务 本团目前纠团上车人数 已经来到了接近1700人 所以我们预计在三月底之前 冲破2000人 我就会再拿2万块出来送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多多上车啦 这个是蛮不错的 很好玩这样子 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耳熟能详 也是大家期待很久的 我们就来看看第一名 到底是哪一间银行呢 来了 永丰银行 他这一次呢 居然取得了压倒性的 304票 783人 有接近四成的人 都选择是永丰银行 到底永丰银行在2021年 做了哪些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让他的得票率 可以接近40%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我们这一次呢 大概准备了三十几页 就是大家的心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念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我们下面资讯栏 也有相关的这个文字整理 文字整理我会把它放在下面 或者是你用暂停的方式 可以看看大家的心得 看看你的心得 有没有在里面 真的蛮有趣的 大家喜欢的是现金回馈 直接给的 生态系统渐渐完善很不错 还有让整体的这个 自家的产业 通通都整合在一起 好像保险证券 全部放在一起 真的是做得蛮好的 那大户跟大户头 这个整合性很高 所以也是很多人都提到这一点 我都有特别标注起来 又说这个优惠 其实蛮适合小资组的 以前的话是连十万块不用存 但现在如果要想有这个大户等级 你就得至少放个十万块往来啦 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尽量把钱都想办法集中在这里 如果你是学生族群 还拿不到的话呢 没有关系 就是先存钱 存到了之后呢 再来开始使用这一整套产品 这样会比较好 那有人写说 比起台新的半吊子 永峰其实很积极 功能也很看薄 真的还蛮不错的 有人提到现金回馈JCB卡 非常的难用 而且要2000块的这个低销嘛 好像就没有人要用了 我自己其实后来蛮少 蛮少去使用的 但是封存股 我倒是蛮常使用的 尤其是现在每个月固定定期定额 来做这个买进 尤其买0050 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工具 不需要去看盘 不需要下单 时间到就直接扣钱 好不错 像证券账户跟付账户都可以一次就开完 好 那不需要用不同的银行 因为有这些账户 一次开足 一次使用 其实是很不错的 好 银行端的整合不错 台币 外币 信用卡 证券都非常的清楚明了 而且大户的APP设计的很好看 很美丽 有兴趣的话 自己用一下 然后他说 讨厌的是门槛复杂 优惠怕数也始终抓不准 这个必备卡的部分 他以前是蛮复杂的 但现在很简单 就是回馈整个变烂了 所以就不用白不用就算了 就不用也罢 这样子 永丰银行不论在信用卡回馈 跟网络银行的利率 都是给足诚意的 好 永丰的数位银行十分好用 而且开了数位账户跟证券户之后 搭配操作起来很容易 很不错 那现在也有所谓的换汇额外让利 他时不时就会有这种什么 美金换汇让四分 或者是这种 七天期的这个高利定存 有给你11 12% 最高到13% 好 这换算起来大概都是让利是让到 让分就让到六分左右 好 这个是蛮厉害的 好 但是这个活动都是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就没了 好 然后随时会再去替换这样子 有兴趣的上网去关注一下 好 今年数位账户的活动 信用卡回馈跟外币美元买进 都有非常多的活动 大户的利率有50万以内有1.1% 好 这个都是蛮好的 因为优惠缩水没有太多 就是不太缩 还保有一定的程度的利润 利益这样子 不太像其他的银行缩水太多 太可恶了 真的是蛮有趣的 我太喜欢他的大户APP的 真的很好用 瞬间以为自己成为有钱人 那换外币很便宜 这个都是有让分的 这个用心扩张版图 却不会杀鸡取卵 很想鼓励他们 期待未来持续经营 那这一次他们拿到第一名 我其实也是要感恭喜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是还蛮认真在做的 那尤其是这个市场的竞争其实蛮激烈 而大部分的银行都是蛮 就是十股不化 就是各家的 比如证券归证券 银行归银行 然后没有办法做整合 那永峰是做了一个蛮漂亮的成绩单 也希望能够引起一些金融单位 能够去关注 去想说 大户都可以做到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 然后呢 进而带动我们整体的 台湾的金融产品 金融环境 能够向上提升 我觉得这是好处 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影响力 能够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 永峰银行在存款 证券皆有创新 简化相关的申请手续 化返为减 其实很不错 尤其是消费者 想说要开个信托 要开个基金 然后要开个证券 就是要开好几个 但是他现在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之后 只要一个线上的申请步骤 全部都开组 其实是很不错的 那信用卡的回馈虽然不错 但是回馈要到下下个月 这是太久了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针对 这个信用卡的回馈区间跟周期 能够把它调整成像玉山 玉山的话 就是当企直接给回馈 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各家银行 其实它是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玉山做得好的 永峰不见得学得来 这是很明显的差距 大家写说 回馈给的都蛮有诚意的 尤其是整体的金融生态圈 都做起来了 信用卡有必备卡 然后证券有大户头 数位账户有大户 整个整合起来 是很好使用的 那有人说到 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 美股的手续费很低 0.3%没有低销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去使用它这个产品的原因 永峰今年出的卡片太赞了 数位账户跟大户头的整合 真的让使用者感到很大的舒适感 所以这个都是蛮不错的 然后下面这边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趣 达到门槛的办法 不会像星光OU这么麻烦 我们之前在文章跟Podcast上面 都有跟大家介绍过 星光OU数位账户 但是上车的人数 一直都没有办法超越永峰大户 这很明显的原因 就是这个产品实在太复杂了 但是大户 它至少有一个简单 干净的界面 然后它的回馈规则 也不会太复杂 对于每个人 想要了解这个产品来讲 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受到这么多年轻人喜爱的原因 被宝大推坑永峰大户的爱用者 各方面福利都不错 你也是被我推坑的吗 非常欢迎你 就是留言跟大家讨论 你为什么会喜欢永峰大户 蛮有趣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证券户可以同时用大户 不用把钱搬来搬去 利率很不错 一般而言的话 数位账户归数位账户 那这个证券交户归 证券交户归 这是没有办法 就是函败在一起的 但是永峰它突破了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它的大户数位账户 可以享有高利 但是也可以同时 拿来做证券交户的扣款账户 所以这个是蛮难得的 希望其他银行也能够跟进 近年永峰的进步非常多 非常有感觉 银行的利率高 APP好用 大户筒也很不错 所以这个大家几乎都是 一致好评 这应该都不会是同一个人写的 至少有两三百个人写的 各自的想法 但是其实都大同小异 都会觉得说封存股好用 整合了账户跟证券户 的确是非常的容易上手 优惠也很好 大户可以作为交户 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还是有这个投资 然后买证券的需求 所以大家都是 最主要都讲这一点 搭配大户数位账户 跟大户头的证券户来使用 非常的好用 永峰银行很用心倾听 用卡人的需求 大户卡美的 常常收到店员的称赞 真的蛮有趣的 之前好像也有讲到就是 Lightbank快点卡 然后他也是拿到国外去使用 然后也是有店员去承赞 哇 很可爱的卡面 开挖椅这样子 那这张卡面也是 大户卡非常的美 常常收到店员的称赞这样子 好 永峰大户搭配证券户 各方面都很赞 然后投资理财一并规划 证券大户头的这个返利 返利应该是说就是折扣 比较收的手续费比较低 业绩始终不像富邦国泰那种大公司 就算卡很烂还是一堆人办 所以有第二个人在这个酸国泰施滑 很妙 所以呢 希望就是永峰银行继续加油 这个信用卡的给的优惠很好 虽然是去年的卡 但还是远胜于今年很多很多的信用卡 利息高 买股票不会让你赚太多 让你有效投资 多方面发大财 有用心来设计回馈红利系统 不需要自己去计算 这也是他的做的还蛮不错的 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很多人都写到至少三个人 像说经过宝大介绍才使用 那好东西当然就是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都用成那个样子了 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必备卡必须办 大户账户很好用 那2022年的话就不一定 不一定必备卡一定要办 但是他的整体的产品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有策略 有脑袋 有手段 开银行当然要有赚钱的手段 重点要有心 使用者都有感受到 这这段话写的蛮好的 所以我特别把它标示出来给大家看 2021年听了宝可梦介绍 办了永丰银行的户头 大户头信用卡 连结方便程度真的没话说 而且高利活储加投资 非常的具有竞争性 所以大家真的是 那个一条龙的服务 用了一次就有感觉了 是这个样子的 连结大户头的证券下单 非常的不错 之前我是台信的客户 后来台信变调也很不想再去理解 真的是把台信那边的客户都吸过来 永丰的确目前是比较好用 但是也是有人开始担心说 他会不会开始 就是权益慢慢走下波变不好了 我个人觉得大家先暂时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市场第一 他现在连前五名都还不是 他对消费者很友善 但是他还是没有成长跟膨胀到 就是信用卡发卡公司的前五名 所以大家可以暂时不用担心 他马上就缩水 因为在缩水的话 他等于是前功尽弃 所以他至少在证券那一边的话 他还是会持续的给大家更多的优惠 所以这点是还蛮不错的 那有人提到说 第四季来推出这个55688年名卡的回馈很高 我一直都很担心大家不喜欢搭小黄 然后不想要赚这个15%回馈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这个是不错啦 不限于车之折底 这个也是蛮好的 在最后呢 他的评分 提供大家参考 总共是 这个没有改掉 这个总共评分的人数呢 刚刚讲到的是300多人 他的总分是25956 25956 他的平均是85.3分 也是我们这五个银行最高的这个平均分数 就是85.3分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我们就恭喜永丰银行啦 那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总排名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永丰银行呢 这个有304人投 然后38.8% 那第二的话呢 这边有看到就是Line Bank 那第三的话呢 是台北富邦银行 8.7% 第四 这边有写到 是中国信托 64% 第五的话呢 是玉山银行 第六是什么 第六名是台新 那国泰世华呢 国泰世华只有4.1% 所以这个 我们这边的人 大概不太喜欢国泰世华 这个有点微妙 那台新也没有进去前五名啦 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那下个礼拜呢 提醒大家 我们要讲的是 最讨厌的银行 最讨厌的银行 有哪些银行会上榜呢 这个不免除的 应该会有花旗银行吧 其他银行的话呢 到底大家又讲了什么 尖酸刻薄好笑的话呢 我们就下回分享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